你根本不会旅行短片的后期调词 为什么取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这样一个题目 我发现 好像火星情报局 我发现 我发现很多网友上传的旅行短片的视频 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 也就是提高亮度 提高对比度 加大饱和度 然后选一段就是你自认为觉得还不错的音乐 作为背景音乐 然后放上网 可能在朋友圈 大家给你点了很多赞之后 你觉得好像不错 放到B站之后 或者放到其他的一些平台之后 却没有人看 这是为什么呢 旅行短片的后期编辑和调色 真的那么简单吗 其实简单和容易之间 往往你插的就是这么一个计划 那如果你有一个计划之后 照着这个计划去执行 那可能更事半功倍 可能更有效率一些 开始之前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旅行Vlog的拍摄 而是旅行短片 类似MV的这种感觉 那现在的话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些步骤 首先视频归类 首先呢我出去拍了一堆这些短片回来之后 我会先导进电脑做分类 第一步你要做的先是地点分类 比如说你去了哪几个地方 把不同的素材放到不同的地点里面去做一个分类 第二我们说器材分类 比如说今天我去了比如说藤王阁 比如说去了泰山 然后在泰山里面有可能用了不同的设备 有可能你用了专业相机 有可能用了GoPro或者手机 在里面把它们分到不同的设备里面的这个类别 第二步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素材 比如说你拍的素材里面有过曝的 或者是没有对焦的 或者是噪点太多的 这些视频这些素材我们叫做废片 你也不可能在以后会用到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把它删除掉 这样的话对于你以后比如在编辑的过程中 去寻找素材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纠结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些会大大减少 你的这个纠结的情况发生效率会更高一些 第三步给自己的旅行短片做一个基本的定调 比如说你要拍的是阴郁的 伤心的或者是开心的欢快的 可能是气势磅礴的 给到这样一个定调之后 你大概要给自己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画面大概是一个什么颜色方向 那比如说拍阴郁的伤心的 这一类型的话我建议你可能偏蓝 然后或者是偏绿颜色变暗一些 那欢快的愉快的比如说家庭出游的 这样的这种旅行短片的话 那当然是明亮一些画面偏短一些 在你编辑你的视频之前先选择音乐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选择好音乐之后 第一可以控制好你大概的一个时长 你会有一个概念 第二根据音乐的起程转合 然后你去搭配你的片段 这样会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我们说 就是你要去表达这个感觉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去让别人就是看到 你去了这里 你去了那里 这个其实并不重要 那给人这个心灵上的冲击 这个效果可能比 让别人看到一个漂亮的画面更好看 那当然在音乐的选择上 我并不推荐大家去选择那种 从头到尾都是很平淡的那种音乐 有一些波澜 有一些高潮叠起在中间 这样去搭配你的片段编辑出来的效果 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 第五步 转场跟随音乐的节奏 那比如说你的视频和视频中间的一个切换 我建议你去跟随这个音乐的节奏来做处理 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花里哭哨的这些转场效果 如果你去跟随了音乐的这个卡点 去剪裁你的视频的话 你也会得到一个给人比较震撼的感觉 那这边有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六步 视频和视频中间颜色效果统一 尽量不要去多出两种以上的这种颜色定调 出现在你同一个短片里面 如果你整个定调是偏暖或者是偏冷的 那你整个视频编辑里面 你就把它固定在偏冷或者偏暖里面 我们一直在强调视频的流畅度和观众的体验度 那你的节奏和视频色调的统一缺一不可 第七步 添加音效 那比如说你拍摄的这个视频短片编辑好之后 比如说不同的场景你可以添加不同的音效 那打个比方 你拍摄在夜晚的叢林里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添加一点叢林的效果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航拍的镜头 你可能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直升机的音效在里面 那会给人更有临场感 最后一步 耐心 可能你觉得你编辑完也差不多了 那但是其实你的视频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那并不是说你去跟着你的这个时间轴 把它全部编辑完就算完事了 其实每次你完整看完一遍你都可以发现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的这部旅行短片 Ascar your soul 三分钟的视频我足足编辑了两个礼拜 每个片段的颜色处理怎么样去做到颜色统一 音乐怎么样去搭配这个视频 这些都是需要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精雕细琢 然后去慢慢修饰的地方 那如果你全部完成之后看了几篇下来都觉得很流畅很舒服 那这个时候你再把它发布出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那比如说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那关注量一定是和你的努力的这个程度是分不开的 你付出不一定有人看到 但你没有付出就一定没有人看到 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关于这个旅行短片 这个Ascar soul 就是探问心灵 那我会在几天之后上传 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下次见 拜拜